12月1号晚2024至2025赛季国际雪莲单板及自由式滑雪大跳台世界杯北京站在首钢滑雪大跳台落下帷幕 中国选手杨文龙获得男子单板滑雪大跳台铜牌 北京冬奥会冠军苏毅明前两跳均出现失误 无缘领奖台 以资格赛第二晋级决赛的苏毅明决赛尝试新动作 反转内角1980 前两跳落地时均出现失误 遗憾退出奖牌争夺 摔倒后他从雪地里爬起时 显得很遗憾 眼眶已经湿润 但现场所有观众都高声向他表达了支持 第三滑 苏毅明放手一搏 成功完成正角内准1800动作 取得89.00分的高分 25岁的杨文龙在第一跳后排名第六 凭借第二跳的正角内准1800动作 最终以159.25分获得铜牌 职业生涯首次登上世界杯领奖台 今天比赛的时候压力还是挺大的 其实跟往常一样 因为之前比赛都是因为紧张 导致比赛中那些动作做不出来 但是今年其实状态特别好吧 有些前面训练的时候 就一直保持状态 确实是第一次拿到世界级的奖牌吧 但是我觉得这只是开始 我后面还是会保持好现在的状态 然后被加密来完会 发布会后 苏毅明教练佐藤·康宏接受媒体采访 他表示 苏毅明此前肩膀受伤 正在康复中 她摔了她的肩膀 所以她必须在一月的休息 她现在很悲心 但是这就是一个坑 我们必须在奖牌的奖牌 我们只是在奖牌 每个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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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必须在奖牌 每个游戏 每个游戏 我们只需要在奖牌的奖牌 奥地利选手安娜·加塞尔获得前三名 女子单板滑雪大跳台赛场上 英国选手米亚·布鲁克斯 日本选手申田莫利 奥地利选手安娜·加塞尔获得前三名 安娜作为冬奥会历史上首枚单板滑雪大跳台项目金牌得主 如今状态依旧保持得不错 安娜表示 仍在不断鞭策自己前进 年轻的优秀运动员也在激励着她 我爱自己保持人者全体肯定了 我仍然是参加力不断鞋 我仍然是参加力不断鞋 我仍然看不下的战胞 我仍然看不下自己 我仍然想要 我仍然想要 我仍然是很贵人去运动 令我感到不断鞋 so I think my goal is just to enjoy the sport for a little longer and hopefully the next Olympics it's in one and a half years and that's close to my heart so it would be very nice to be at the next Olympics